印巴之間的空戰 現在有非常戲劇化的省展開 印度拿出了一片飛彈說 打下我們的飛機就是這一片飛彈 那代表說巴基斯坦是用F16 打下我們的飛機 這是美國人的飛機 但是這一片飛彈的編號 有人上網去查了一下 居然是美國賣給台灣的飛彈 台灣的飛彈 為什麼會跑到印度去 這是印太戰略的支援前線的概念嗎 我覺得我們的國防部反映得最好 國防部的回答是無可奉告 這是非常正確的一個反應 而且我支持國防部這樣的一個反應 我強調 我支持國防部這樣的反應 這樣的反應是正確的 我們看一下有兩個羅生門 當然交戰雙方 都一定是宣揚自己的戰績 貶抑對方 然後把自己的不好的地方 往下掩蓋 我們有兩個羅生門 這個羅生門可以 用科學方式來檢證 第一個就是26號的幻象 12架的印度的幻象戰機 去攻打巴基斯坦 印度的幻象戰機 印度自己宣揚 他們說他們打死了恐怖分子300人 但是12架的幻象戰機 每一架可以載4噸重的炸藥 每一架可以載4噸重的炸藥 有9個掛彈架 12架的戰機 他們分成3個小隊 每一個小隊是4架 假設我們一架是作為警戒機 另外一架是作為皇附的 或者是兩架作為皇附 那麼另外一架就是作為 空對地的攻擊的話 攻擊的那一架 它的最大的載掉量 可以有4噸重 你如果分為3個小隊的話 那就總共應該是12噸重的炸藥 如果說假設你分成兩架 那麼再有各2噸重的炸藥 那麼來減輕他的負擔 然後能夠適應於空戰的話 理論上講 你至少投彈也可以到12噸重左右 但是當天的時候投彈只有一噸 那就代表什麼沒有完成任務 理論上講你至少投彈 也可以到12噸重左右 但是當天的時候投彈只有一噸 那就代表什麼沒有完成任務 換言之也就是說 印度派出最精銳的 12架的幻象2000的戰機 去執行轟炸的任務 但是投彈只有一噸 那就代表投沒幾枚 那麼就溜走了 為什麼會溜走 這個時候大家就會說 巴基斯坦它是成功的攔截了 印度方的幻象2000的 12架的戰機 那是印度的12架戰機 它本身不敢交戰 那麼就離開了 離開的情形下 我們看到後來的圖片證明 沒有打死恐怖分子 所以印度的過度宣揚戰機 被擊破了 現在大家在問的是 巴基斯坦用的是什麼戰機 一種說法是用蕭龍 另外一種說法是用F-16 假設印度方已經越界的 攻擊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假設起飛的是F-16 合理的 也合法的 因為美國賣給巴基斯坦的 F-16戰機只能夠作為防衛用 不能夠作為攻擊用 那麼如果它承受到 印度的攻擊的時候 它起飛F-16戰機去進行攔截 這個是合法 但是問題就在於 巴基斯坦說我沒有用F-16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 印度去想辦法要證明 巴基斯坦有F-16 因為第二天的時候 發生了邊界的交戰 也就是27號 2月27號的時候 發生了邊界的交戰裡面 巴基斯坦說我打掉了印度 兩架米格21的戰機 印度說我打掉了一架 巴基斯坦的F-16的戰機 但是目前來講 F-16的戰機殘骸沒有被發現 印度方提出來的證據 是有這麼一個導彈 空對空的導彈 就是AIM-120C的這樣一個 空對空的導彈 AIM-120C的這個空對空的導彈 巴基斯坦就嘲笑印度方說 你這個導彈是賣給台灣的 不是賣給我巴基斯坦的 他拿的是一個外銷的文件 就是說從國防部的 外銷文件上去看 拿了這個外銷文件裡面 他用他的批號來做證明 這個批號在這導彈的 第三排小航的第三航裡面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呈現出來的就是 他的核同約的序號是 FA-8675-05C-0070 這樣的一個核同的序號 很多人就說 這樣子就證明了 是台灣過去的 我說不對 因為這是核同序號 核同序號由雷神 由雷神賣給出口的海外的 這些武器 就是我們講AIM-120C的 這個系列的武器 他的核同序號都是前面都一樣的 所以在2005年的時候 他們本身有賣給巴基斯坦 2005年是賣給沙烏地阿拉伯 也有賣給捷克 那麼也有賣給匈牙利 也有賣給加拿大 都是這個核同序號 只是有個斜線 那麼00016 00016那就是斜線 但是導彈不會這麼長的編號 把你列上去 除非他本身在這個導彈裡面 後面再加這個序號上去的話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他是哪一年賣給哪一些國家的 核同序列號 所以他不是那個導彈的 生產序列號 也就是說每一枚導彈 他本身都還有編號 因為他要證明 他要確定 美國要確定他的導彈 因為這個導彈都很貴 而且這個導彈有攻擊性 所以他要賣給哪一個國家 賣給他幾枚 幾枚是多少價錢 那麼他本身導彈 都有一些序列號 這個生產序列號 就是說你打掉以後 責任在誰都可以抓得到 你把它偷偷的轉賣 以後被發現了 也可以查得出 是從哪一個國家來賣的 但是這個導彈外殼的這個編號 是合同約的序列號 合同約的序列號 就不能夠證明 他是賣給台灣 為什麼 因為2005年賣出去了 2006年賣給巴基斯坦 那麼10年賣給台灣 都是用同樣的合同的序列號 所以巴基斯坦的國防部 是故意混淆視聽嗎 故意混淆視聽 字幕開支付 字幕開支付 否則